或者方望馆里面有哪些 其实都暂时忍一忍 可能如果是赚的都先获利 但有些不是都还可以有些水位可以追 我觉得除非你本身是想着做很短线的 如果不是我觉得这里可以想会不会有多少的憧憬 很短线的人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已经急升了 其中一个简单的指标会觉得 当然大家有经验可以自己判断 如果不是一个简单的指标就可以看RSI RSI一般70以上已经是超卖水平 如果以阿里巴巴来看就应该已经是超卖水平 昨天都还未 但因为昨晚美股又再增多了 所以参考昨天也有人问 下个关口或者再上网看多少 港股这边大约117、129的位置 其实今天已经是在试这些位置的了 美股那边都是差不多这些水平 昨晚这些硬收 所以变成到了近下阻力 一般来说近下阻力就不是一些很好的买入时机 但如果你说去选择 我说科广股份选择哪一些呢 我觉得选择一些 你说除了你是一些很短炒博 短线特别大弹力那些 如果不是就选择一些龙头的 本身是一些整个营运前景好 业绩优秀的会比较好 比如巴巴这些 其实主要本身最大的问题 就是政策的一些调控 蚂蚁又要被拆了一些 没有出去 其实这些是他之前的过去的忧虑 所以这些就是 你解除了忧虑 他们的弹力就会是特别强劲 不过巴巴我觉得 现在应该看着这个关口 就是如果你港股 可以看美股会准确一点 其实124.1号1 这个就是三月的高位 但是如果你说长一点的trend来说 很多只科网股都是 一直由三百多跌下来 整个五多的这个下降轨 其实这一轮已经突破了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的是突破 是说的是整个 这个是 这个是 刚才 这个是 你帮我mark了这个 太好了 整个场的下降轨都突破了 有不少科 不是每个都有 但是也有不少的科网股都有这个表现 你说看着这些 就倾向不是看一两天的反弹 是在想是不是一个转势出来 转势不一定是看着立刻上300 但起码是一个显著一点的升幅 因为之前也会有些超卖反弹 但是过去一年它怎样超卖反弹 可能有时也升到两三成 但是那些就从来都没有突破过 整个下降的走势 现在是 你甚至看周展图 都是突破了下降轨 但是超卖反弹正常是会回的 就是问题是我们现在 无论有货还是没有货 那你观察一下 回一回之后 究竟是否会立刻打发售 还是我们又看看下一个位 在哪个位置有承接去操作上去 我们现在看到它盘前也在移动 现在升超过6% 但是如果你说有没有一些 相对落后一点的股份 你觉得现在现水平价有水 还是你说也不是 引一引 不如等一些股份 可能都有少少轻微整股才再算 疏忘股的话 那譬如有些 有些呢 我觉得就是不 譬如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可以等一等 譬如巴巴或者美团 那主要就不是说 那个价格高 就是如果你有时候 我见有些人就比较有一个定毛效应 对比起一个月前75% 现在觉得85%就高了 就小心了 那或者 但是300%跌落200%的时候 就觉得很便宜的 那所以有这个定毛效应 那但是我觉得就 不是看之前的那个价格 是看究竟它现在是 走上还是走下 那个股价 那当然配合着基本因素 因为其实为什么 跌下来都很合理的原因 大家甚至公开的市场 都看到了这些原因 那为什么返回上去 其实都是一个很合理的原因 那只要个问题 大家是担心 那个政策上会 这个转松会到什么时候 但是这个是一个 绝对是难料的因素 但是暂时来看 你都看到口风 是想向豪那边 所以我觉得这里 可以先看一波反弹线 为什么现在不是很好的时机 就是那个短暂急升 就是无论你说的是 真的原来真是 真是原来 蛋两蛋已经见顶 那这样就下回来 那就算它真是去出过转势 刚才说其实下降轨都已经突破了 是300元跌下来 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那就算真是转势 其实它是正常 是应该会下一下才可以再上 所以我们就观察下一下之后 就是叫做pull back之后 再起动那些时机 阿朗他就阿里巴巴有货的99.5元 那又是说等什么位置 大家都很心急 可能之前很害怕了 我又不会 真的刚才说的是 突破下降轨就不是一样的事 但是现在开始进入超买的了 那你试了这个 还有试了你117个浪 今天开到116.3 就是差不多是117的阻力 就是3月尾4月头那里 那又是 就是你说会不会回呢 一定会的 但是就是你回一点 我觉得问题就不是太过大 如果你要参考了一点 那个支持都没有的 那都还是91的 没有新的支持 所以这里我觉得是 对于有货的朋友 比如我前那两天都有 在group建议可以买 那你反而是回是好事 你回才能找到新的支持位 到时我们用这个做指赞位 那我就会是这样做的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